随着RX-7950XT的规格信息得到曝光 玩家们终于能一窥下时代AMD RX-7000系列的强悍性能了 不过旗舰产品的信息都泄露了 其他产品的曝光也自然是在所难免 而面向于主流用户的RX-7700XT 其规格信息、性能表现和实际功耗均得到了一定纰漏 至于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随着显卡价格的下跌以及芯片产能的恢复 等待下一代NVIDIA的RTX40系显卡和AMD的RX-7000系显卡 或许才是作为明智的决定 同时由于英特尔ARC显卡的入居 显卡市场的整体货源也会更加充足 所以下一代显卡的售价势必会降低 而这一点从目前RX-7700XT的曝光信息中就可以看出 具体来看RX-7700XT将会归属于RX-7000系列中的主流显卡 采用台阶电6nm制程工艺 并基于最新的RDNA3架构打造 但不同于双新旗舰的RX-7900XT RX-7700XT仅会采用单芯设计的NAVE33核心 拥有40个计算单元和5120个流处理器 与目前RX-6900XT的流处理器数量基本持平 但同时也是RX-6700XT的两倍 然而考虑到是单芯设计 所以AMD仅会为其开放4096个核心 至于显存配置方面 RX-7700XT将配备为矿128bit的8GBGDDR6显存 但由于3D 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的加持 RX-7700XT也将从RX-6700XT的96Mbps缓存 扩展到128Mbps或者是256Mbps 以此来保证更强大的性能释放 但在性能方面 根据推特用户表示 RX-7700XT的光山性能和光追性能 均可在2K和1080P的分辨率下 打败本世代旗舰RX-6900XT 但由于其显存位宽仅有128bit 所以游戏表现在4K或者更高分辨率下 仅会与RX-6900XT持平 但这样也已经算是相当强悍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在性能上涨的同时 RX-7700XT的功耗却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其的TDP功耗仅200W左右 与前辈RX-6700XT相同 并小于300W的RX-6900XT 看来下一代200W的显卡 就能打赢本身的300W的旗舰 AMD的操作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 至于售价方面 由于RX-7700XT仅是RX-7000系列中的主流款 所以定价不会很高 具体其的国外售价预估在400美元到500美元 约合人民币2546元到3182元 相比3699元的RX-6700XT 直接是下调了800元左右 而相比7999元的RX-6900XT 更是下跌了5000元左右 对于这么高的性价比游是 我只能说MDS了 而RX-7700XT与其他RX-7000系列显卡上市时间一致 预计将于今年Q4几度发售 届时再加上Zen4处理器的登场 AMD将有望重回市场巅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要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K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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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